冬至的前夕由副理乡公所指导 万宁村社区发展协会主办的活动 幸福过冬至亲自手作汤圆区内容 20号上午是在万宁村内收割的田地旁热闹的办理 农货车当舞台 干稻草做布置 全村围拢在一起来搓汤圆吃米食 将近300个村民丰收谢东办理的活动 大小团圆幸福的过冬 可以说是现场气氛相当的热络 农货车当舞台干稻草做布置 全村围拢一起搓做汤圆吃米食 有将近300个村民丰收谢东办农村 大小团圆幸福过冬 华联县议会副义长叛岳小阿建员黄灵兰 乡长陈荣聪 万宁村的村长徐贤渊 以及万宁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张德龙等贵宾 在现场与村民们一同团圆相聚 菜一道道摆在长桌上 就像农村buffet热闹滚滚 欢迎今天这个活动 我们非常感谢福利乡公所 跟花联县议会的帮忙 那这也是本村的第一次的 全村围分足取的冬至活动 万宁村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张德龙 以及村长徐贤渊 是推动这次活动的重要人物 刚好遇到冬至节气 汤圆又是农村重要米食 于是用货车当活动的舞台 收割下来的稻草做布置 一切都就地取材 一户一菜 找回古早农村的春朴生活 记者高手刷卫乡采访报道 以后就不令你热闹了 出来的 感谢观看